哈喽大家好啊 我是来自中国东北的陈老师啊 那今天就来点不一样的啊 很多小逢说我这个台湾枪太重了 就觉得我是台湾人了 那我是不是换了东北枪 我就是变成中国东北人了啊 我这个资料网上都有 我不是东北人啊 我是中国安徽人 那今天小逢又尴尬了 为啥尴尬了呢 中国政府一直宣称的 土耳其的一座大桥啊 在地震中没有倒 中国像是在那个微博啊 那个抖音啊啊 一些短视频的平台 就大肆的报道 你看这个中国制造多么牛逼啊 在这个地震中啊 只有中国大桥没倒 这个为啥 我后面不是说尴尬了吗 就为啥尴尬了呢 就这个大桥啊 压根那个城市就没地震 那个大桥跟那个发生地震的城市 相隔了一千多公里 是完全不是一个地域 不是一个城市啊 然后那个就很显然 按照中国的那个一直的那个操作 用他们的话来说 就是屈心否则 这个别有用心 大做文章 对吧 你说那个四川地震了 你说我们黑龙江这边的这个大楼不倒啊 吹牛逼 对不对 再打个比方说 北京中南海地震了啊 你说那个南海海南岛 那个楼房没倒 这个八杆子打不着 相隔十万八千里 但是令人最尴尬的还没完啊 这个韩国媒体开始报道了 韩国媒体已经丢出了一堆的资料啊 打到中国的脸上 最后中国的一些相关的媒体开始偷偷的去删评论 开始删除报道 甚至一些官方的媒体的报道都偷偷的删掉了 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奇 哎中国不一直跟韩国一直呛吗 怎么韩国媒体这次一报道 他们就这么灰溜溜的开始这个做小动作删除报道了呢 为啥呢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 啊 就是啊 他不仅尴尬 不仅前面那个相隔十万八千里的两个城市 他就大作文章 而且他大作文章的这个大桥呢 还他妈不是中国制造的 是人家韩国制造的一个大桥啊 所以说这个前后双重这个双重尴尬 所以中国也经常玩这种手法嘛 也不意外啊 比如说中国赢了啊 啊中国可以说我们赢了两次啊 叫所谓的双赢啊 这个我们确实不能理解 这段 와중에 中国은 자기 자랑에 나섰습니다 ヒュル키에 自身体制造的肩膜 也不可以的地震 那是美国建筑部发生了 北京的白杏宏特派员 原来全世界都在用中国制造 而且你别说还真是好用 据央视新闻报道 土耳其媒体当地时间2月12日 土耳其大地震无数建筑坍塌满目疮痍 然而这两天你有没有看到这样一条新闻 由中国某件起参见的土耳其大桥 窥然不动 土耳其7.8级强阵 那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 这样的一座土耳其的韩国大桥 让中国的小粉是有多么的开心 多么的骄傲 其中就来自微博的小粉红说 不愧是中国制造 土耳其大桥中国的骄傲 土耳其这次地震 让世界看到中国大桥和中国力量 在大自然面前也窥然不动 哇这说的真的非常的 如果你是个中国人 你听了是不是很骄傲呢 说的这么神 在大自然面前都窥然不动 只有中国制造 你搞得好像土耳其这次地震 是很开心 能够让全世界看到中国的建筑 在世界上有这么样的一番的成绩 就感觉好像地震 这种天灾人祸在你面前就觉得 因为你的利益 因为你的这一个可以展现出来 有利于你那一方的东西 你就把地震 甚至说感谢土耳其地震 下面还有网友说感谢土耳其地震 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有这么的逻辑 所以他才说什么 不愧是中国制造 土耳其大桥是中国的骄傲 这明明是一座韩国的大桥 那其中还有小粉红说 还有谁 还有谁能证明中国建设不厉害 不吹不黑 地震中屹立不倒的只有中国制造 为中国建设点赞 中国建设 我首先不否认说它非常不好 或者是不好 你不能把它吹到天上 如果真的那么厉害的话 当年中国那些楼房是怎么坍塌的 而且没有地震的时候 都有楼房坍塌这种豆腐渣工程 这个字应该有印象吧 豆腐渣工程 没必要吹成那样子吧 首先我也没有去抹黑 也没有去吹田 说中国制造多么的好 我也没说中国的制造多么的烂 但是你要讲究一个客宽事实 对不对 唉 这些人的逻辑我真的看不懂 那其中还有小粉说 说实话 你不说中国我都不相信 说其他国家我是不信 说中国那一切都通了 目前能有这个能力的国家 除了中国应该没几个国家了吧 我觉得这种你发在微博上倒还好 你别他妈发到推特 别发到Facebook Instagram 你这种发到全世界啊 如果让台湾人看到了 让外国人看到了 这个绝对要笑掉大牙的 别出来丢人啊 不要翻墙 那个镜就最好在墙内发啊 就是你们互相感染 互相传染啊 就是互相都觉得哇 好厉害 我们伟大的祖国好牛逼 对吧 虽然是个韩国的大桥 还有小粉说 患难见真情 真正的灾难来临时 你才知道哪个国家 是真心实地的在做事情 我觉得这个很莫名其妙 这个跟患难见真情 扯上了什么关系 你的意思啊 土耳其地震了 患难了 然后见到这个中国大桥 没有倒啊 才见到了这个真情 这个真的有点强行 往上面牵扯这个逻辑 患难见真情 我觉得这个形容应该是 土耳其地震了 很多国家都第一时间派去了救援队 这种才叫患难间真情 还有小粉说 感谢土耳其 虽然地震无情 但人有情 中国建筑显真情 关键时刻 只有中国建筑屹立不倒 就像中国人站起来了 你是有多自卑啊 腰杆挺直了 如同中国人保驾卫国的肩膀 是女人最可靠的人 依靠 所以我就 就像刚刚的留言 我觉得这个逻辑很奇怪 怎么后面又扯到 女人 男人的肩膀之类的 这互相有关系吗 所以你们为了 舔 为了爱国 就一点逻辑都不讲吗 所以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你这个最好还是在微博发 不要出来 这个传染 把你这个智商传染给台湾人 你这个 你自己是陆蛙 不要把台湾人传染成陆蛙 还是什么台蛙 你们自己是蛙 所以就你们看谁都是蛙 我真的是看不懂 而且他开头说什么 感谢土耳其 还是说你 你大脑脑震荡了 还是说我们中国地震了 然后土耳其给你捐线了 所以你要感谢土耳其地震 这个 你就很莫名其妙 就是土耳其地震 然后你说感谢土耳其 听不懂 所以为了舔一点逻辑都不讲 我们继续看 他说感谢土耳其 虽然地震无情 但人有情 中国建筑显真情 关键时刻 只有中国建筑屹立不倒 就像中国人站起来了 你看 这个就不讲究逻辑 这个建筑不倒 就像中国人站起来了 我觉得是有多么自卑的人 一直要强调自己站起来了 台湾人站起来了呀 日本人 韩国人 美国人 全世界人都站起来了 他们有在一直强调 我站起来了 我现在不是贵的了 没有啊 只有贵的的人 他说我已经站起来了 我现在不是贵的了 但不好意思 你们还是一直都是贵的的 不要异想天开 如同中国人保家卫国的肩膀 是女人最可靠的依靠 你看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吗 就算你说 如同中国人保家卫国的肩膀 可能就是说 这个保家卫国的肩膀很硬嘛 这个很可靠嘛 但是你后面又补一句 说如同是女人最可靠的依靠 我真的读不懂 还是说我这个中文水准太烂了 还是说我离开祖国太久了 已经不能理解 这个中国这个互联网上的 这个网络生态了 我是看不懂 然后还有其他的小朋友说 土耳其这次地震 应该要好好感谢中国和中国政府 同样 我们也应该感谢土耳其地震 为中国建设发生 你看这个逻辑很牵强 他的意思就是说 土耳其这次地震 我们中国应该还要感谢一下他 因为他为中国的建筑发生了 为世界展示了中国的这个建筑 是有多么的棒 多么的牛逼 多么的好棒棒 所以还要感谢土耳其地震 这样一个天灾人祸 他还去感谢 是莫名其妙 他接着说 当然这种灾难 谁都不想看到 希望土耳其顺利在中国帮助下 渡过难关 然后我也看到一个网友 他也看不下去了 可能他得知到一些真实的消息来源 他知道这个大桥 不在那个地震城市 并且这个大桥也不是中国的 所以他在下面留言说 这大桥是另一个没有地震城市的 而且还是韩国建造的 然后下面就有一个新浪热点的小编 回复他说 上级新闻稿 七天后才能删除 谢谢反馈 所以我们也知道 他就是一种大内宣 大外宣 就是一种中宣部 我们知道中国有这样的一个机构 就是宣传的一个作用 一个戏份 所以说你要展示一定的时间之后 过了那段时间 大家都看过了 你删不删也无所谓 小编他可能也知道了大量的反馈 知道这是韩国的 并且也不是地震城市的 所以也很无奈 谢谢反馈 那我也看到了有些韩国网友的留言 韩国网友虽然说很生气 我看到有些还是比较理性的 韩国网友怎么说呢 其中就有韩国网友说 中国网友的发言真的让人无法理解 陈老师也无法理解 我相信这些荧幕前的台独分子 也无法理解 还有韩国网友说 别说了 韩国都他妈是中国的 还有网友说 不意外 毕竟中国创造了宇宙 耶稣经过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同意 世界变有了光 好吧 所以我们也别骂中国了 我们也别骂中国政府了 因为毕竟我们每日日用的饮食 我们所用的一切都是中国创造的 我们都要感恩 我们要每天都要祷告 感谢中国创造了这个世界 阿们